大家好,我是叶子 前几天让朋友给我带了10斤的腐竹下来 像这样子的干贵啊,我都喜欢囤多一点放家里面 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小朋友也很爱吃 今天来分享一个腐竹的做法 口感爽脆,而且非常的入味 早上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这种夹心的牛腩非常的漂亮 立马给它买下来了 这里有一斤多吧 焯水以后切成块 两层斤夹着点肉,里面的肉很嫩 吃了也不会打渣,小朋友最喜欢了 先把腐竹炸一下 炸腐竹的时候用中小火,火不要太猛了 炸好的腐竹是金黄色的,表皮都有起了泡泡 炸好的腐竹呢,放到热水里面去泡着 锅里热油,我们先来炒一个糖色 放两勺白糖进来 如果不喜欢太甜的话,放一勺就可以了 炒糖色的时候注意也要小火,不然熬过头了会发苦的 看到这样子的泡泡就差不多了,不要熬过头了,不然会发苦哦 沥干水分的牛腩放进来 如果还有水分的话,要拿个盖子挡一下,不然那个油会溅到自己,一定要小心哦 这糖色炒得不错吧,不用脑抽上色的这么好看 近距离看一下这色子,很好看吧 现在就可以来调个味了 我就加点盐,再加点生抽,然后加一勺黄豆浆进来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放点干辣椒哦 我做菜很少加那种大料,我觉得会把那肉味给盖住了 所以买食材的时候就买新鲜的,就不会有那种腥味 加入足够多的水,然后再把腐竹放进来,一起煮开 煮开以后就放到砂锅里面 这牛腩啊,我就喜欢用砂锅慢慢炖,才能煮出它的香味 不喜欢用高压锅 煮开以后转小火啦,我先去接一下娃 每天上学都会强调让我早一点去接它 带娃在下面溜达了一个小时左右 时间给我拿捏的刚刚好,回来就还剩少许的汁,刚好可以出锅了 这样炖的腐竹一点也不会软烂哦,爽爽脆脆的,而且特别的入味 这个牛腩的口感也是刚刚好,也不会特别的软烂 如果喜欢吃软绵一点,还可以再买20分钟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谢谢大家